主料,鸡蛋白90克,杏仁粉125克,盆50克,鸡蛋黄90克,糖30克,淡奶油250毫升,辅料,可可粉50克,巧克力,朗姆95毫升,浓缩咖啡5毫升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-2小时,准备材料,蛋糕批材料,鸡蛋白3个,白糖40克, 杏仁粉125克,冰淇淋材料,鸡蛋黄3个,白糖20克,奶油250毫升,朗姆95毫升,浓缩咖啡5毫升,酒和咖啡也可以不放,就是口味稍有不同,制作蛋糕批用打蛋器,将蛋白与糖混合,打发到让小棒直立,若不是特别严格,干性湿性与干湿性间都可以,倒入杏仁粉, 小心切拌使之不见干粉,倒入铺油纸的吐司盒中,放进熨热170度,在烤箱,中上下火烤,25分钟后取出,装饰填充打蛋器,将蛋黄与白糖混合打,让小棒直立,倒入5毫升郎姆酒和咖啡,再倒入适量的可可粉切拌均匀,奶油打发备用, 将细的混合液倒入8毫升,用刮刀小心切拌均匀,倒入晾好的杏仁蛋糕披上,表面撒上适量切碎的巧克力装饰即可,冷冻二次后即可食用,吃的时候一盖油纸即可取出,切小块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打发奶油时一定要仔细小心,且不喝太过,太过就成黄油不能用了, 糖亮可随自己喜好酌情添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